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去给鬼影道个歉 这是一个现代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 发生的时间大概是一九九几年 具体时间说不准了 故事的主人公叫关巴姐 关巴姐是外甥人 她辽宁的口音非常重 因为她丈夫当兵 她就和丈夫恋爱 后来丈夫作业她就跟了过来 那时候他们的结婚 成为村里的一大新闻 也鼓励了不少时令青年 去报名参军 他们都患上 转业后领回一个美貌的媳妇 关巴姐虽然生在城里 可农村的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 用她老公的话说 她能把那烂白菜帮子 炒得有滋有味 会厨艺 所以关巴姐两个伙子日子过得是非常恩爱 在孩子六岁的时候 关巴姐的老公决定出去给人开车 因为她在部队是汽车兵 有驾驶证 能到外边去挣钱 家里就留下 关巴姐和孩子在家 关巴姐在家不像别的家庭妇女 还种点地什么的 她没有 她就在家看孩子 养一些鸡呀鸭呀什么的 关巴姐言品好 和邻居都能和上来 跟她相处的好几个连聚都搬走了 这回呀 新来的连聚是一对小夫妻 两口子特点呢 那是非常有对比性 男的呢 老实发交 不爱说话 而女的呢 大嗓门 非常张扬 每一天都能听到啊 她大声说话 指挥男的干这个干那个 这样啊 关巴姐很不舒服 关巴姐因为啊 女的就应该温柔一些 也觉得的啊 那个男的实在是窝囊 过一段时间后啊 才知道 男的呢 叫冯大国 女的呢 叫刘兰芳 这个时候啊 关巴姐才知道 女的为什么能喊 因为有个评书 表演艺术家叫刘兰芳 刘兰芳就大嗓门 大概呀 她是跟她学的 想到这里呀 关巴姐还扑车的乐了一下 十天后啊 关巴姐就和呀 刘兰芳有了交集 是啊 刘兰芳过来啊 借点白糖 说她呀 吃汤药吃不下去 要用白糖当银子 关巴姐家 白糖也不多 全部拿出来 也就两小勺 就都给了刘兰芳 可没过几天呢 刘兰芳拿过一碗 野草莓 还说 我家呀 没有白糖还你 就用这个呀 盯白糖 这样关巴姐很生气 你自己从来没朝她要白糖 她还用了野草莓丁 这人呢 是有些古怪 便打算呢 以后不和她来往 之后呢 刘兰芳又来借什么东西呢 关巴姐直接一个袋 没有 俩袋 没有 这天呢 关巴姐发现 自己家的芦花鸡 没有下蛋 而且呢 在刘兰芳家的院子里 根根的叫 她心想啊 这股 芦花鸡呀 一定是把蛋 下在了刘兰芳家 一个鸡蛋 也不好啊 到人家鸡窝去拿 那样啊 那就太小气了 这事啊 关巴姐做不来 可第二天呢 这个鸡又没下蛋 虽然呢 那小鸡 没在刘兰芳家叫 可呀 刘兰芳却大嗓门的说 老公啊 你看 咱家的老母鸡呀 下了爽蛋 关巴姐也心想 这个芦花鸡呀 又到人家下蛋了 怎么办呢 过去问一下吧 但一想呢 还是算了 也就两个鸡蛋吧 再不让芦花鸡过去就行了 第三天的时候啊 关巴姐就把芦花鸡呀 关在了鸡窝里 直到中午啊 她才想起被关着的芦花鸡 于是就去看 可芦花鸡呀 早已经不在鸡窝了 心想完了 这鸡蛋又丢了 这回呀 关巴姐终于下就行 去找啊 刘兰芳 要不要鸡蛋 再说 得把这事说一下 可刚到门口啊 她就见浏览方和几个妇女啊 在聊天 她说呀 她家母鸡如何如何的好 总下爽荒大 爽大 最后我还说 你们呢 别以为 是你们家小金 把蛋下到我们家了 告诉你吧 你们来找 我也不再承认 别说我呀 给你绝回去 关巴姐想要说的话 让她给堵了回来 这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吗 关巴姐转身回来 可心里越想越憋求 明明是自己家的鸡蛋 她硬说是她家鸡下了爽蛋 生气的关巴姐差点没把 鹿花鸡给宰了 她想啊 制止游兰芳那个撒谎的嘴 她还真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啊 在她家门上抹上狗血 据说呀 这样的话 她再撒谎 心里会感到不安 最后呢 她就能给自己来道歉 想到这里呀 关巴姐开始行动 为此啊 她还专程到镇上去一趟 弄了些狗血回来 并在呀夜晚的时候 磨到了他们家的门上 心里还想 这回呀 我看你嘴还硬不硬 如果呀 磨上三回 那她自己呀 就找上门来 问鸡蛋的事了 看她还怎么说 可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村长啊 就来家了 关巴姐一想 坏了 难道是磨勾血的事 让村长知道了 可村长却说 她巴姐呀 你收拾一下 你丈夫呢 腿被撞了 在县里住院呢 你去伺候她吧 关巴姐一听 丈夫被撞了 当机呀 就懵了 村长说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不是腿断 就是肌肉被挤压了 你收拾一下 孩子呢 你带着 家里呢 就让我们家你三婶呢 来给你看着 于是关巴姐带着孩子 就来到了县城 看到了久别的丈夫 果真呢 很严重 下床呢 都得有人服 还好 只伤到肉 没伤到骨头 虽然呢 一家人在这里团聚 可关巴姐呀 还是惦记着 家里的鸡和鸭 还有啊 小园子里的青菜啥 在医院呢 住了一个月 丈夫啊 基本能自理了 丈夫啊 就赶关巴姐 回家去看看去 于是 关巴姐领了孩子回来了 回到家里啊 已经是下午了 进门后 关巴姐 把屋子收拾了一遍 天黑啊 才做法 出来呀 抱财草的时候 看见刘兰芳和她的丈夫 从门外进来 看到关巴姐呀 便点头说 说呀 她家的门 院门 锁都打不开了 就从啊 关巴姐家的院门进来 然后啊 跳墙 进到了他们自己的家 还对呀 关巴姐 谦逊的 点头笑了笑 关巴姐也 懵然想起 一定啊 是自己 摸那狗血管用的 就点头 回应了他们 也笑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 关巴姐 拿着从县城 买的酒 去村长家 她呀 要谢谢村长 对他们家的照看 进门啊 落座后 村长媳妇 三婶说 嘿 我跟你说 你家的卢花鸡啊 可真不一般 那天呢 我上你家后院子 在你们家的财草都医生啊 那卢花鸡 抱了一窝鸡子 关巴姐 恍然大悟 原来呀 卢花鸡的鸡蛋 没丢 都让他呀 到后院去抱鸡子的 心里呀 一阵惭愧 自己呀 是错怪了刘兰芳 于是 关巴姐就跟那村长起伏说了 自己呀 误会刘兰芳的事 谁知 村长啊 听说刘兰芳 就长叹一声说 嗨 罪过呀 也不知谁家的孩子 在他家门上 磨了沟穴 晚上啊 蝙蝠就来撞门 刘兰芳就被吓到了 所以啊 他们两口子就开着三轮子 去镇上啊 看病 在看病的时候啊 刹车失灵 三轮子连车带银 掉到了十米深的桥下 两个人呢 都摔死 已经啊 二十六天了 关巴姐一听啊 一下子懵了 他们已经死了 可自己啊 明明昨晚 还看到他们夫妻俩 难道是见鬼了 想到此 他急忙回家了 又想到啊 自己磨的沟穴 心里啊 惭愧的不行啊 是自己啊 害死了他们 关巴姐呀 这个后悔呀 这天晚上啊 他果真 又看到了刘兰芳和丈夫 从自己的院子回家 关巴姐呀 想上前 说说啊 磨沟穴的事 可这嘴呀 怎么也张不开 一连呢 过了好几天 关巴姐呀 天天能看到 他们两口子 这天呢 关巴姐 终于 鼓足了勇气 跟呢 刘兰芳两口子 道歉了 说了很多声 对不起 刘兰芳两口子 好像啊 记不得这事 好像啊 也记得 但表示啊 无所谓 可在 第二天晚上啊 他再也没有看到 他们的身影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 明天 再会